牧牛流马是虚构的吗? 也许是受了鲁班牧车马的启发,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发明了牧牛流马,用其在崎岖的战道上运送军粮,从而打败了曹操。 牧牛牛马的形状是什么样? 与王冲记载《鲁班牧马车》的寥寥术语相比,《三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书,对诸葛亮的牧牛流马的技术可算是绘声绘色,活灵活现,极为详尽了。 但不知为什么,陈寿和罗冠忠等对牧牛流马的制作原理和工艺却不提一字,因此也就成了历史上的千古之谜。 对于牧牛流马,四川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,他的头形状像牛,是用木头做成的,而身子是由很多零星的木块做成的马的形状。 中间是空的,可以存放物质,肚子中间安有齿轮,再给马装上四条腿,后边还有一个扳手,通过挤压来使其前进。 柯友人却认为,牧牛流马其实是两种东西。 河北教师梁国军根据史书记载,分别复原了牧牛流马。 他制作的牧牛和流马都是四条腿的,肚子是中空的,供装载使用。 牧牛后有长长的双圆,流马则有长长的脖子。 不停地按下,抬起其脖子,流马便会前行。 牧牛则通过按压双圆使其刑紧。 他制造的东西,于史书记载的《牧牛牛养双圆》,流马行之如相相符。 此外,梁国军的流马还有按锁功能。 马舌头一扭转,马头就会因被锁住而无法前行。 这跟三国演义中的描绘非常吻合。 牧牛流马是诸葛亮改进的独轮推车而非牛马。 上述说法遭到了陕西省汉中市免县博物馆馆长郭清华的反对。 他说,"牧牛流马绝对不可能是四条腿的。 站道是由木板铺就的。 中间的缝隙宽窄不一,拥有四条腿的牧牛流马,岂能在带缝隙的木板上自由地行走。 因此牧牛流马肯定是带轮子的。 查考史书《三国志诸葛亮传》记载。 两姓长于巧思,笋义连弩,牧牛流马,揭出奇异。 《三国志后主传》记载。 剑行九年,两复出奇山,以牧牛运,梁进退军。 十二年春,两夕大众由邪谷出。 以流马运,据武功武丈元,于司马宣王对于魏南。 上述记载明确指出,牧牛流马确实是诸葛亮的发明。 而且牧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工具。 从牧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,先有牧牛,后有流马。 流马是牧牛的改进版。 就现在来说,牧牛流马,如果真的像书中所描述那样,可以不吃不喝还能走。 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在科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的。 因为如果牧牛流马要行走,必定会消耗能量。 当时肯定没有什么石油、天然气之类的能源物质,它又不吃不喝。 它从哪里得到的能量? 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。 如果要造出像小说里描述的那种牧牛流马来,就必须抛弃现在的能量守恒定律。 同样,要造出牧牛流马,也必定会打破影响我们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。 必定是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事迹。 历史上有无数个谜团需要我们去解决。 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物品,但是在谜团未解开之前,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。